Hello 大家好 我是蘇菲雅 新年快樂 我們進入了2022年囉 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2022年裡面 大家的星座運勢排行榜 其實2022年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年 怎麼說呢 因為代表幸運的木星 在這一年 它有不斷的在這個 雙魚跟白羊之間遊走 所以會造就在運勢上面 往往會有兩個階段 或者是大家不斷的交錯 輪流當幸運王的現象 在這個2022年呢 5月11號以前啊 幸運的木星 它都待在雙魚座 欸 有趣囉 5月11號到10月28號這段時間呢 木星就會進入白羊座 然後在10月28號又離開了白羊 再回到雙魚 一直到12月20號又進入了白羊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從這樣子的一個星象來看啊 只要木星呢 它進入了雙魚 就很容易為上升或太陽 在水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巨蟹天蝎 以及雙魚座朋友 帶來好運整體的提升喔 那麼它一樣進入了這個 火象星座的白羊 它就會為火象星座的上升跟太陽 包括了白羊獅子跟射手 帶來好運喔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已經透露了這個好運的族群了 當然我們要來看一下個別的運勢 大家一定非常非常在意啊 這個愛情跟桃花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也一樣要來這個分這個階段來看 基本上在5月11號以前 或者是一個很短暫的 10月28到12月20號這一段 木星待在雙魚座的期間 在感情上面來講呢 欸 數一數二的星座就是雙魚跟處女了 雙魚座不用這個煩惱 因為呢 木星就是你的守護星 它也代表幸運跟成長 所以雙魚座今年啊 真的是各方面呢 都很容易有好的機會跟好的幸運喔 所以在感情上面來講 當然如果你有新發展 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麼處女座朋友呢 因為木星在你的婚姻宫 所以今年呢 你很容易認識各式各樣的朋友 或者是你在現有的感情裡 容易有新的發展 同時 雙魚跟處女的朋友呢 如果你今年是想要結婚生子的話呢 欸 特別有機會喔 要特別特別的把握 再來呢 第三名的話呢 我覺得啊 可以把它給這個摩羯座 或者是巨蟹座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今年2022年 從一開始到3月啊 代表愛情的金星 都一直在摩羯座停留 那麼 所以你看喔 平常金星在一個星座 待不到一個月 可是呢 因為逆行的因素 所以呢 他在摩羯座 待到3月喔 而且還不是 從1月1號開始待 其實從2021年的11月就進來了 所以 摩羯座跟巨蟹座朋友呢 其實在今年的上半年 甚至年初的時候 就往往有很多戀愛的機會 或者是說 可能有機會討論到 是不是要結婚的這個發展 桃花也是非常旺的 除非你不想要 不然 多向外認識朋友是非常好的 再來呢 就是天蠍座的朋友了 天蠍座呢 因為今年木星進入你的娛樂宮 所以你玩樂的機會多 同時呢 很容易啊 認識有趣的人 當然就很容易擦出火花 而且 天蠍座朋友要注意喔 你不但呢 容易戀愛 也很容易懷孕生子 所以不論是結婚後懷孕生子 還是先有後婚 欸 這個運勢都不錯 所以如果要給桃花這個五名的話呢 在五月十一號以前 這五個星座 是特別有這個好的機會的 再來呢 五月十一號到十月二十八號 木星就會進入了白羊座 當然木星進去呢 只是暫時性的 可是呢 他會為火象帶來特別好的好運 所以不用講了 第一個 如果你是上身或太陽的朋友 白羊座 哇 你這個愛情運勢非常好 而且五月份 絕對是你的超級大驚奇 因為五月份呢 木星金星跟火星 全部都來到白羊座 哇 那個整個啊 熱烈展開 很容易有閃電的這種戀愛 或者是結婚的機會 甚至當然懷孕也是有可能的 再來呢 天蠍座朋友 因為呢 這些 所有的白羊座群星 都進入到你的婚姻宮 所以呢 天蠍座朋友 其實在下半年 五月十一號 到十月二十八號 也往往會有很多 桃花戀情的機會喔 再來呢 是什麼呢 是射手座 火象星座的啊 射手座呢 在今年五月十一 到十月二十八之間呢 會有很多的 玩樂娛樂的機會 同時呢 也可能呢 透過了這個朋友的介紹啊 認識一些年輕的對象 也不一定 所以射手座 你有桃花運 是非常好的 再來呢 我們要看到 就是獅子座 因為呢 這個木星啊 進入了這個白羊座之後呢 獅子座也容易有 廣結善緣的機會 所以獅子座朋友呢 在這個五月十一 到這個十月二十八號之後呢 特別旺 另外 也有一個星座 我覺得今年呢 不管是人緣還是愛情很旺 叫做 上升或太陽在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呢 今年呢 不管是戀愛 還是朋友 都很旺 所以 有可能即便你有對象 你在人群當中 還是會有人 愛慕你喜歡你 找你吃吃飯啊 接交朋友啊 機會是有的 所以 上述的白羊天秤 射手獅子 還有雙子座朋友 可以把握 五月十一號到十月二十八號 這段時間 但是即便你錯過了 其實也不要擔心 你要布局 因為木星會在十二月二十號 再度進入白羊座喔 好的 講完了感情 大家會想要聽什麼呢 嗯 事業吧 對不對 今年啦 事業運呢 很有趣喔 我們也可以來 整體來看 第一個呢 當木星進入了雙魚座 也就是五月十一號以前 還有後面 十月二十八號到 十二月二十號 這段小期間 在事業上面來講呢 就是雙魚 跟這個雙子座的運勢 是最好的 雙魚座不用講 因為今年呢 幸運的木星進到雙魚座 木星又是你的 這個事業工的主宰心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創業啦 離職換工作啊 或者是跟老闆要求升遷 或者是你想要斜槓 你想要兼職 你想要自己呢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雙魚座不怕你不做 只要你肯做 一定有好的機會 如果你是比較眼高手低 就要小心 因為海王也在雙魚 所以我會覺得 踏實的做好每個計畫 是雙魚座 今年啊 絕對幸運的關鍵 那雙子座呢 因為木星來到你的事業工 雙子座本來啊 就很多想法 天馬行空 以前呢可能會有一點點 雷聲大於點小的狀況 但是木星進入了這個 雙魚座之後就不一樣囉 很多的貴人會幫你 很多好的工作機會會來 所以呢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而且把現有的工作做好做大 那麼等到木星在5月11號以後呢 進入了白羊座 哎呀那當然就是白羊座的這個 事業運勢很好囉 白羊座開始有很多的機會等著你 而且你的個性比較敢衝 敢嘗試 打頭陣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出現 那另外呢 因為木星進入白羊座以後呢 就會來到上升巨蟹座的事業工 啊巨蟹座你已經問很久了對吧 可是這個時候呢 往往在這個 年終5月11到這個 10月28號的時候 欸巨蟹座很多的表現機會來了 你之前可能有想要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新的學習 嘗試跟不同人合作 在這個5月11號以後呢 慢慢慢慢就看到更多機會跟成果囉 所以巨蟹座朋友我覺得呢 你上半年還沒有到5月11號之前 你的確可以好好的做一些學習跟準備 因為你也是水象星座 還是有展覽到木星在雙魚的好運 那再來呢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應該要給天蠍座 天蠍座其實也是悶了很久了 那今年呢 因為木星進到雙魚座之後呢 你開始心胸打開很多機會來 而且呢有創作表現的空間 等到木星呢進入白羊座之後呢 就會跟你的日常工作有相關 比方說工作上你以前都準備好 但是你是怎麼 你是在幕後的 你是支援的 可是現在你可能在這個小團體裡面 你有一個掌權或者是指導跟影響力囉 當然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特別試做的月份前後 這個上升或太陽在巨蟹座朋友 就很容易有表現的機會 要恭喜大家 那再來呢我們看到是財運的部分 財運的部分呢 在這個2022年啊 整體來看 我覺得呢 要先分這兩個族群啊 第一個族群就是 整體來講都很好的 包括了水瓶 這個雙魚還有白羊 那麼2022年因為木星進入雙魚座啊 就等於啊 馬上進入了水瓶座的財博工 所以水瓶座朋友 你可能在公司的賺錢啊 或者個人理財投資啊 這些方面你的財運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今年是一個豐收的一年 但是水瓶座朋友記得 你是很會花錢的人 或者有的對錢不是很計較 今年我覺得你能賺就好好的存下來 好因為後面幾年呢 可能會有不同的計畫跟考驗 再來呢 雙魚座朋友 因為木星呢 在上半年進入雙魚座 欸 5月11號就進入白羊座 你的財博工 所以幾乎一整年 我覺得雙魚座朋友 都有一個很好的發展或表現 或是賺錢的機會 即便你覺得你沒有 木星也會帶給你保護照顧 跟相對良好的機會 所以 雙魚座今年應該是不愁吃穿的一年啊 我覺得是蠻好的 再來是白羊座 白羊座呢 在上半年呢 那可能先暗中的為你想做的是努力 等到5月11號 木星一進白羊座 就開始怎麼樣 有一種步步高升的現象 你的這個收入啊 或者是各方面啊就會成長 那就帶來很好的財運 這三個星座在今年是財運特別好的 那另外兩個族群呢 我要給獅子座跟處女座 這兩個族群呢 很有趣的是 他們在偏財運特別好 獅子跟處女 也就是說 他不見得是透過自己的這個 賺錢加薪的狀況來有錢 可是他有可能得到別人的幫助 比方說 你的老公老婆薪水增加了 你的客戶變有錢了 所以他特別照顧你 或者是說 有可能你在今年的這個買賣房屋上 有辦法貸款 或是得到別人的資助 或者是你做一些事情 有人願意投資你 所以處女跟視座朋友啊 你的財運往往來自於 重要的金主或朋友 還有你身邊重要的人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財運 那最後一點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因為在2022年 這個5月11還有5月16呢 會有金牛座日蝕 天蝎座月蝕 然後呢 10月25跟11月8號又有 這個 天蝎座日蝕跟 金牛座的月蝕 你會發現 都在金牛跟天蝕 所以呢 欸第一個 我們剛剛要補充一下 大家講的這個感情運勢上 金牛跟天蝕在今年 一定有重大事件發生 閃昏閃離特別多 好 那再來呢 對於事業來講 因為這樣的形象呢 對於獅子座 或者是這個水瓶座朋友影響特別大 所以今年上升或太陽在 獅子座跟水瓶座朋友 事業上或家庭上容易有大事 比方說換工作升遷 或者是搬家買房子 跟你的居住環境 跟工作環境有關的事情 一定有重要事情 當然可能也跟你的長輩 或者是這個家人有關 再來呢在財運上面來講 因為呢這個日月時剛好落在 上升或太陽在白羊跟天秤座的朋友 所以白羊跟天秤座的朋友 在2022年也可能在財務上有重大的事件 比方說突然賺了大錢 突然接到一個很大的灘 你突然想要做一些智產也不一定喔 以上呢就是2022年的這個整體的運勢排行榜 大家都有在裡面對吧 所以祝福大家呢在2022年 能夠透過自己的努力跟提前的準備安排 都能夠享有豐盛的好年 我們下個月再見